今天一点太阳都没有 给八哥洗个澡 准备在灯下面给他烤一下 把羽毛烤干 他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像晒太阳一样 特别舒服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已经烤猫烟了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烤好 再给他烤一会儿 带他出去溜达一圈 他倒是挺舒服的 就是有点费电了 好差不多了 带他出去转一下吧 还是带到山上来玩一下吧 飞到别人这个房子里面去了 走 这个季节都不敢让他飞出去 猛禽太多了 前几天我给二驴洗澡 差点被一只油笋给抓走了 挺危险的 最近有一段时间 没有带贝贝出来玩了 他还挺好奇的 飞到别人菜地里面来了 别人还放的有酒瓶 小伙子 想喝酒吗 这都是为了防止野生鸟 还有野猪 为了种菜也是用心良苦 现在野生动物太多了 也是没办法 过来 说不定还有药 这一片菜地我们之前来过 就是茶树上面有很多鸟窝 我们不是有一次在这里 一会看到的好多吗 这里还有一个 但是因为不是繁殖的季节 这鸟窝都没用了 鸟窝都破了 一般的小鸟就是繁殖的时候用一下 繁殖期过了 鸟窝他就弃用了 这个是黄藤鸟的 没用 那一棵树上 还有好大一个鸟窝 应该是土花梅的鸟窝吧 我在地上还发现了一个 石姐妹的鸟窝 这是被什么动物或者人 给扯掉的吧 剪着看一下 有个别的石姐妹 这个季节还在繁殖呢 它们是不怎么分季节的 里面还有一只鸟嘞 这就很不科学了 好像死了 还有一个腿 倒出来看一下 是一只石姐妹 滚 死掉了 你这小伙子 是一只成年的 身上都没有温度了 这贝贝还想吃鸟嘞 把它丢了吧 研究一下这个窝是啥情况 里面还有鸟粪 说明之前繁殖过 像我们这边一年四季都会繁殖的鸟 像斑鸟 还有就是石姐妹 它们也分季节 但是冬季有少数会繁殖 这个鸟窝还挺精致的 但是也没什么用 丢了吧 在贝贝眼里 它可能就像虫子一样 太小了 所以说在动物圈里面 块头大的动物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块头小的就很吃亏了 比如说石姐妹 连八个都以为它是虫子的 带出来溜达了一个多小时 这羽毛是彻底的干的 走可以回去了 这一段时间 看 哦 我可以回来 我可以回来